12月25日距离2021赛季结束仅剩6天的时间 回顾即将过去的2021赛季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但国拼方面可谓收获颇丰 包括东京奥运会休斯顿世拼赛WTT世界杯 国拼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据统计国拼在东京奥运会休斯顿世拼赛WTT世界杯三战重量级赛事上 仅丢了两枚金牌 分别是东京奥运会混双项目休斯顿世拼赛南双项目的金牌 按照ITTF国际拼联的计划安排 WTT澳门赛将于1月19日正式开赛 但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中国队以外的球员加入该赛是非常的困难 这点也得到了WTT国际拼联的证实 也正因为这方面的原因 刘国梁宣布包括马龙、许昕、刘诗文等老将也将参加WTT澳门赛 另外因为WTT澳门赛时间上与日本全国锦标赛时间冲突 张本志和伊藤美成也将缺席WTT澳门赛 虽然伊藤美成不参加WTT澳门赛 但却挡不住他对刘国梁主席的吐槽 抱怨刘国梁主席不公平 此前伊藤美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 为什么WTT赛事大部分都在中国举办 不能在日本举办 这不利于日本拼协夺得冠军 事实上伊藤美成不仅在媒体前吐槽刘国梁主席 还向国际拼联提意见 希望他到中国参加比赛的时候 刘国梁主席可以专门给他安排训练的地方 其实伊藤美成到中国参加比赛 国拼教练组对待伊藤美成都非常的客气 场下从未将伊藤美成当作是竞争对手 不仅向伊藤美成提供训练的场地 还安排国拼球员与伊藤美成练球 安排国拼女队主力与伊藤美成进行交流 正如之前网上流出的那段视频 伊藤美成请孙颖莎吃妈妈做的饭团 如果不是国拼教练组的安排 伊藤美成怎么可能在训练场与孙颖莎相遇 伊藤美成虽然号称国拼最强对手 但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发现 伊藤美成对国拼女队的威胁正在逐渐减少 不仅对陈梦、孙颖莎、王曼玉造不成太大的威胁 甚至在比赛中对阵王一迪这样的球员也会输球 伊藤美成对国拼女队的威胁越来越小 但伊藤美成的嘴上功夫越来越厉害了 三番五次在媒体面前指责国拼教练组以及刘国梁主席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对此有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